一只流浪的小狗被人领养后 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在拥有快乐生活的同时 主人发现小狗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身体也逐渐变得虚弱 这只小狗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肚子会变大? 你能想象到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吗? 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许会时不时地经历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 很多人都表示 这些意料之外的惊喜带给生活很多乐趣 让人们能够充满期待的生活 因为谁都不知道 在下一秒究竟会发生什么更意想不到的事情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领养一只宠物狗 而不是购买 因为在热爱动物的人心中 流浪狗需要更多关怀和爱 在英国生活的一对夫妇 也领养了一只被抛弃的流浪狗 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 狗狗很快就恢复了应有的活泼开朗 这对夫妻还为他们的狗狗取名为杰西 有了杰西的存在 家里常常充满欢声笑语 杰西白天在家里的草坪上自由地奔跑玩耍 晚上就和他的主人一起幸福地沉入梦乡 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 但随着杰西一天天长大 妻子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开始 妻子发现杰西的小腹有微微的隆起 他以为是这段时间为食太多导致的 但过了几天 杰西的肚子又变得鼓了一点 而且行动起来稍显笨拙 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现象 夫妻两人都察觉到了杰西的不对劲 在他们的观察下 杰西的肚子越来越大 睡觉的时间也比之前多了不少 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 夫妻决定带杰西去看医生 并没有发生令人恐惧的事情 相反 检查结果表明杰西怀孕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夫妇 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紧接着就面露喜色 接受了这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 但是 医生告诉他们 杰西的肚子里怀了很多只宝宝 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有几只幼崽 所以 他的身体需要得到细致的照顾 好在 现在杰西还没有到孕晚期 夫妇俩还有时间为他补补身体 这对有爱的夫妇回到家后 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 首先是将杰西的窝 换成了更柔软的小床 营养丰富的狗粮也买了好几种 家中有可能会使杰西受伤的物品 全都收了起来 他们要严正以待 保证杰西和小宝宝的安全 在主人的照顾下 杰西的毛发愈发充满光泽 体重也长了好几斤 看在眼里的夫妇两人开心极了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迎接小宝宝们的到来 很快到了杰西的预产期附近 每天晚上 夫妇俩都会去看看杰西的情况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 杰西就会生宝宝了 他们准备好了牛奶和毛巾等一些工具 在杰西需要帮助的时候 不让他独自承受痛苦 这天晚上 丈夫照例去看了一眼杰西 发现没有异常后 便回房间睡觉了 但到了半夜 妻子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她屏住呼吸 仔细听了一会儿 隐约能听到杰西发出的声响 难道是杰西要生了 妻子立刻叫醒了丈夫 两人急匆匆地跑向杰西的小房间 刚刚走到杰西的小窝旁边 映入眼帘的就是两只小小的狗狗 杰西竟然已经生下了两只狗狗 说实话 杰西的分娩也许才刚刚开始 因为他的肚子依旧鼓鼓的 看样子还有好几只宝宝呢 于是夫妻两人暂时退出了房间 让杰西安心地完成分娩 但他们时刻准备着 在心里为他们的狗狗鼓劲加油 在十分煎熬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 房间中似乎又传来了一些声音 当夫妻俩第二次查看时 杰西的旁边又多了两只幼崽 他们还是小小的两团 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 到目前为止 杰西已经生下了四只狗狗了 他的生产应该快要结束了 但是杰西并没有起身的举动出现 所以夫妻俩不得不继续等待 杰西的分娩还远远没有结束 又过了两个小时左右 杰西又生下了一只幼崽 似乎生产的时间越长 杰西的体力消耗得越多了 明显能够看出他很虚弱 趴在窝里一副筋疲力竭的模样 看到这样的杰西 夫妻俩心中满是心疼 妻子拿出准备好的牛奶 放在了杰西的面前 希望可以帮助他补充一些体力 其实小型犬的生产数量 大约在三到四只 已经是极限了 但是大型犬甚至可能生下六到八只幼崽 作为大型犬的杰西 不知道还会产下几只小宝宝 但是夫妻两人并不在乎这些 他们只希望分娩过程尽快结束 好让杰西不这么痛苦 对此他们只能干着急 生产的过程还是要杰西自己来完成 杰西是个非常聪明 且有灵性的小动物 他似乎明白主人的关心 乖乖地把牛奶喝完了 事实证明 及时补充能量是非常有必要的 杰西慢慢恢复了一点体力 开始挨个儿舔势自己的孩子 将他们叼到自己的旁边 用充满柔情的目光看着他们 分娩继续进行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杰西又先后生下了好几只宝宝 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夫妻俩的想象 看着一只只眼睛都没睁开的宝宝 他们不禁感叹生命的神奇 他们为杰西感到深深的骄傲 心中的激动更是他们流下了眼泪 经历了七个小时的时间 已经到了第二天清晨 夫妻两人决定让杰西和孩子们单独相处一会儿 白天时他们在安顿这些幼崽 谁知当妻子走进杰西的房间 准备为他们换上新的垫子时 眼前的景象令他尖叫起来 妻子的叫喊声吸引来了丈夫 丈夫看到后也张大了嘴巴 两个人都被钉在了原地 原来杰西又生下了一只狗狗 在经历了七个小时的分娩后 杰西一共产下十五只狗狗 此时的杰西已经完全放松下来 和自己的宝宝躺在一起 看着一只只小狗趴在自己身上找奶喝 眼神中竟是一个母亲的满足感 夫妻两人再也忍不住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他们从没想到 杰西能生下这么多孩子 看着这些鲜活的生命 他们一下子就理解了 什么叫做生命的延续 妻子将小狗狗们安放在杰西旁边 他们身下是毛茸茸的毯子 杰西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作后 也放下了所有的劳累 在干净的小窝里睡着了 后来夫妻俩才知道 十五只小狗的数量 已经在狗狗生产数量中排第二了 而且杰西在没有别人的帮助下 自行完成分娩 这让夫妇两人对他更加疼爱了 这个家庭以后会变得越来越热闹了吧 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角色 不论是人还是动物 他们都值得我们的敬佩 当一只小狗成为母亲后 他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杰西的生活也许会更加幸福 更加多姿多彩 让我们一起善待每一个小生命吧 让他们都能对世界充满好奇和希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